這間店是多少號? 是183號 還是371號呢? 再去旁邊看看 到底這一個是185號 還是373號呢? 同一間店有兩個門牌 到底信哪一個好? 太瘋了 這應該是街道發的 如果現在街道發的很多人也不知道 還是老的那個牌的話 大家都認識得多一點 廣州市政府去年新修訂 廣州門某號牌管理規定 要求統一全市的門牌 以解決市內門牌混亂的問題 就好像這條越秀區解放中路 90年代中期擴建馬路之後 街道上新舊建築交集 有些店只得臨時門牌 有些店就連門牌都沒有 要店主自己親手寫 於是同一條街 門牌五花百門 什麼都有 為了統一門牌 當局在上個月開始 在這條街安裝新的綠色門牌 每個門牌上都會有一個QR Code 當局說在這條路牌上的QR Code 掃了之後 就可以知道相關店鋪的資料 等我掃一掃 暫時裏面什麼都沒有 只得過門牌號碼 我問過幾個店主 他們都說不知道QR Code 究竟有什麼作用 但裝新的門牌 舊機又不差 反而令到情況亂常加亂 困擾可能有 平時我們寄快遞 或者那些客人找 都是按原來那個門牌號碼的 是嗎 你現在重新編過以後 那個號碼都不一樣了 就不好找了 稍微麻煩一點也沒有問題 多找一個地方就可以知道了 可以找到前面看到一個新牌 可以看到腦牌 在前面一個就是腦牌 可以知道了 就是你會看新牌 然後你會看腦牌 看到腦牌之後 不對你就可以到前面去看 是新墨牌就知道了 送貨員的穩門牌方式 相信不是個個都聽得明白 為了避免混亂 有店主就直接貼一張紙上新的門牌 把新號碼變回舊號碼 但這個做法已經違反相關規定 當局說暫時都不會一刀切 但就會以循序漸進的方法 逐步進行新舊替換